2020年12月17日,高我阿依塔,人类体验只是永恒不朽的现实中的一瞬,传导阿依塔。 现在是2020年12月中旬,地球上的一切正走向高峰,我们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我们正处于巨大的觉醒之中,正处于感知欺骗的巨大街市的人类状况之中,这是对人类和地球的一场重要的战争。 有些人认为这是党派之间的斗争,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场人类种族的斗争,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实际上,我们处于的战争是我们在地球上所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一场战争,这是地球与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善恶对抗,路西法与上帝的对抗,但是不用担心,战争已经胜利,一切就应该如此。 正如人们对于这个伟大的觉醒时刻早已预言的那样,上帝之光已经赢了,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只是对影子政府的触手的清理,这些触手深入到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并深深地揭露了他们的恶行。 在地球上,有一个由13个天龙星爬虫家族所组成的管理机构,他们不是人类,尽管他们看起来很像,他们没有心,他们是当今世界上的魔鬼,邪恶的化身,他们是竭力诱惑,腐化人类的撒旦,他们没有心。 他们的行为会在人类中产生的恐惧让他们感到满足,当人类以爱以及仁慈,平静与和平的高频能量未实时,他们却以我们的恐惧为实,因此,当然,由于我们的恐惧让他们感到喜悦,他们竭尽所能地引发恐惧。 这13个家族千古以来一直控制着地球,他们有着你们所谓的仆人,代表,雇佣奴才的东西,这些因素从执政家庭的有钱人,贵族一直延伸到各种社会机构,他们每年都会会面,共同决定来年的计划,然后,他们只是自己雇佣的奴才,宗教领袖,皇室,政客,官僚和统治机构, 他们控制着世界的金融,偷窃我们的税,从慈善机构中获得资金,从非法要务中获得利益,从股票市场中,从保险公司中,从高利贷中获得利益,他们控制着世界上很大比例的财富,他们使用这些钱,不仅为自己提供了一种荒唐的奢侈生活方式,而且还为控制地球的舆论提供了条件,他们雇佣自己的仆从以制定政策, 100万美元,10亿美元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因为他们掌握了世界的财富。 确实很难抗拒这种诱惑,当仅靠经济激励手段不足以实现服从时,他们就会勒索和威胁,酷刑和谋杀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几个世纪以来,几千年来,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然而这是应有的结果,这是为地球设计的,这些光明会家族和他们的仆人在这场悲剧喜剧舞台剧中扮演着魔鬼,强大的诱惑者,撒旦的角色,这就是地球的体验。 行星地球是一个全息图,一个计算机矩阵,一个训练模拟器,它是为我们奇妙的,伟大的,神圣的,放置在人类肉体圣殿中的灵魂,通过体验恐惧来学习更伟大的爱而设的。 这种恐惧是由影子政府,执政家族以及他们对地球事件的控制和操纵所引起的。 所有战争,所有流行病,所有带有分裂和贬低性教育的宗教,带着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系统,金融和医疗系统,统治机构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所有机构都受到了他们的控制, 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他们领导者、决策者来执行他们的议程,然而,奇迹中的奇迹是没有发生任何错误。 对我们而言,我们之所示的伟大灵魂在建立这个系统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选择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城市生活,这是一种像生活在监狱地球上的人类体验,我们自己选择了这种体验, 因为我们知道通过体验恐惧及其所有痛苦的、消极的属性,我们会对自己真正的爱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知道通过体验爱的对立面,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我们充满爱的、天堂般的、天使般的灵性现实,我们会在爱与光、智慧与洞察、同情和关怀中成长。 人类的存在只是我们永恒不朽的现实中的一瞬,然而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成长,体验过与爱相反的生活,体验过极大的心理和生理折磨,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真正的爱, 我们非常爱沟通和友爱、心灵感应、团结和统一,这是我们真正的继承,而现在,这场大战以及我们大觉醒的混乱和困惑即将到来,能够从中立的高视角观看地球舞台的表演确实是很棒的,能够身在这样的身体中,但不在处于三维世界痛苦和恐惧的频率中,这真是太好了。 亲爱的医们,你们已经征服了我们的世界,你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但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世界了,虽然你们那些低震动的三维弟兄仍被他们的灌输理解所吸引,但你们看到了大局,你们在森林之上,你们在俯视森林,你们在俯视这个世界,看住这场战斗,光明与黑暗力量的相互对抗,当你们的弟兄们仍沉浸在他们的尘世旅程中时, 他们草木皆兵,他们害怕发生的一切,以及传播给他们的每个细节。 因此,他们害怕贫穷、疾病和拒绝,他们发现周围发生的一切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充满了恐惧的舆论,说他们不值得,说死亡就是他们的终点。 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这是地球体验的巨大欺骗,然而,没有什么是值得担心的,因为光已经赢了。 当今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伟大的游戏必须演好他自己的角色,这个舞台是为大觉醒,大街市和这场戏剧而设的,直到自然结束。 它的自然结束就是人类的扬升,它的自然结束就是对人类如何被欺骗以及这种欺骗如何帮助他们学习更伟大的爱的极大启示。 这个领导机构,这13个家族已经被清除了,这就是为什么扬升是不可避免的原因,章鱼的头已被移走,现在只需移除他触手和雇佣的奴才就可以了,现在是时候清除邪恶的人了。 在他们的背信弃义、谎言、狡诈的行为以及残酷和恶毒的行为被看到之前,他们无法被移除。 如果我们看不到邪恶的人,我们要如何认出他们呢? 这是伟大的启示,是对人类奴役真理的伟大觉醒。 这是真理让我们自由的方式,善良和虔诚的光之联邦,允许邪恶的人上演他们的戏码,因为当他们拼命地继续他们的一程时,随着他们执行颠覆和欺骗人类的指示,他们就变得可见了。 亲爱的弟兄们,现在的大多数时候,你们都保持镇静与安宁,并以一种很愉悦的心情振作起来,因为你们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把倾倒在大地上的爱融入你们的存在中的频率,但是,你们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就像人类集体正在通过揭示生活一样,你们也是如此,你们已被灌输并陷入负面信念,并且生活在这些信念的负面过滤器中。 现在该是你们释放最后一个灌输的时候了,是时候看向你们的最后一个负面想法并释放他们了,你们已经走了很远,感受了很多痛苦,因为当错误的思维模式被看到时,感受恐惧的情绪是很痛苦的,不要感到内疚,不要自称为罪人,你们并不是罪人,你们是一个伟大而宏伟,奇妙,神圣的灵魂, 他经历了地球生命及其负极性和正极性的挑战,然后从中脱颖而出,你们是一个无罪的圣灵,是的,在你们现在的人类时刻,你们仍然会陷入恐惧之中,因为你们的错误观念,消极情绪仍然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仍然充满挑战,这是自然的, 因为你们过着两极化的生活,你们曾经经历过爱与邪恶,上帝与撒旦为你们的灵魂而战的战争,但是,现在战斗已经结束,现在是时候继续前进到爱的第五维度了。 要真实,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对自己要放轻松,要愉悦,做自己喜欢的事,专注于让你们快乐的事情,乐趣和嬉戏是你们现在的任务。 当你们专注于善良和爱时,你们会发现老旧和痛苦的事物都会消逝,我们是神的意识中的一个点,你们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会决定你们存在的频率。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做得很棒,你们正处于你们需要处于的地方,最好的尚未来临,真的,最好的还尚未来临,那是你们经过长期以来的预言, 长期以来的预示从恐惧、低震动、地球三维范式中逃脱出来,回到你们的神圣继承的统一和一与幸福的光辉之中的扬声,阿依太传导住他的高我,我们确实是有福之人。